中国女排力压日本队排第九,总决赛挑战巴西,荷兰正四强。 2008世界女排联赛分战赛已经全部结束,最终美国队以13胜2负的战绩摘得常规赛的冠军,挨下来的位次是,2、塞尔维亚12胜3负,3、巴西12胜3负,4、荷兰12胜3负,5、土耳其11胜4负。 中国女排7胜8负与日本队同样的成绩单,依靠C直高1点力压日本队排在了分战赛的第九位。日本队位列第十。 南京总决赛的时间为,6月27日至7月1日,6支参赛球队的组称为,分战赛的前五,东道主中国队,6支球队分成AB两组,中国队是一号种子,与分战赛第三和第四名的球队分在A组。 也就是A组,中国,巴西,荷兰,B组,美国,塞尔维亚,土耳其。 小组内单循环,积分前二的队伍进入前四,然后打交叉赛决定半决赛的名额。 中国队小组赛的时间已经确定,分别为27号19点15分和29号20点30分。 按照此次分战赛各队的表现,我们力拼巴西、荷兰进军四强的机会还是很大的,就看朗岛是希望用总决赛来磨合主力还是锻炼替补了,如果想磨合主力,进四强无余,要是锻炼替补。 那可能就是跟土耳其队来争夺第五名了,因为B组的美国和塞尔维实力强劲,土耳其除非打足了鸡血才能闯进四强。 不管如何,希望姑娘们保护好身体,大赛之前伤不起,昨天公祥与受伤真的让球迷们心痛不已。总决赛继续加油。 预测一下四强席位。 中国女排。 中国女排。 美国女排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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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土耳其女排。 美国女排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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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